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聲稱 若有人指他們是普利郭津乘坐飛機墮位的元兇的話 就是說謊 而俄方方面也聲稱烏克蘭 大規模攻擊克里米亞和莫斯科 梁超明不得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今天拒絕 承認他們和普利郭津乘坐飛機前日墜位有關 Demitri Peskov直言這個想像本身是絕對的謊言 調查人員表示他們已在現場起出10具屍體 白俄羅斯媒體報道總統盧卡申科曾警告普利郭津等人小心 日報報道指部分華格納士兵普利郭津 身亡後分批離開白俄羅斯基地去向不明 而和烏克蘭關係密切的俄羅斯移兵軍團發布視頻 呼籲華格納軍團士兵加入他們解放俄羅斯 另一方面烏克蘭被指繼續在俄佔克里米亞境內有大動作 俄國國防部發言人指他們共截下73架以克里米亞為目標的無人機 同時亦輪接莫斯科的卡羅加斯截下飛往首都莫斯科的S-200導彈 其他消息方面 荷蘭啤酒廠Hennigan宣布以一歐元價錢出售他們在俄羅斯的業務 美國宣布將10月開始在亞利桑拿州訓練烏克蘭基斯加勢F-16戰機 烏克蘭總統扎連司機和土耳其外長今天在基庫會面 聲稱黑海運良協議必須重啟 而克里姆林宮表示俄總統普京和土耳其總統埃爾東安 短期內亦將會議相信和協議有關